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保安叔叔 没喝酒也会被酒驾 很多司机都大呼冤枉 其实这可能是由于吃了含有酒精的食物所导致的 食用后会被测出酒后驾驶的食物 有蛋黄派 豆腐乳 荔枝和部分存放较酒的水果 比如香蕉 苹果 而酒心巧克力 醉虾醉蟹 含有乙醇的漱口水 可能会使驾驶员达到最佳标准 我国对于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的处罚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而在其他国家 对于酒后驾驶的处罚则不尽相同 澳大利亚的处罚是帮助酒驾者上头条 让其面对舆论压力 泰国的处罚偏向于心灵 他们会让你目睹尸体的运送 清洗 解剖等过程 土耳其对待酒驾者的处罚令人称奇 他们将酒驾者带到20公里外的荒野 然后让他们自己走回来 一路思考人生 新加坡则是处以鞭心 鞭鞭倒肉 绝不手软 而在塞尔瓦多 他们对于酒驾者的处罚是直接枪毙 没得商量 各国对于酒驾者如此出罚 可见酒驾骇人不浅 叔叔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 千万别存在侥幸心理 生命开不得玩笑 看完本视频 欢迎关注留言 粉丝留言 我会在评论区回复